整文化部署中林京甸提供料后 道理解释創作 过去它都是它各种 消息风景为为主 这几年经过夜间 它头一回用百句提供 提供向方式进行創作 这回是《中华生化美学院》的邀请 基本抱普首称 乐意守华林京甸林卫学义 創作邀请典 欢迎鄉親有时间 都能到《中华生化美学院》来观想 林京甸是介绍的作品 明显的食材请大家注意 林京甸过去列文化界相当有名 因为一旦林贵文化部 第一年的政府处中 对文化界是相当实施 它退休了后 开始道理结束創作 半戒不就会专门 一旦它的創作都是以下是为主 像是各种风景为 就占了相当的座 但是夜间发生 也让它开始为抽象化 这次的展览里面 我大概在疫情这段期间 有创作了两三百幅的新作 那我大概这一次在应 张美馆的邀请展出大概有六十六幅 里面有三分之二是抽象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都是抽象的 那里面小间的那一间才是写意写实的 那都是指于近期的画作 做两三年的画作 那这一幅他们要说这个温暖城市 其实它是一个 画画里面要先硕定一种主瘦调 主瘦调就是像这种橘红软色系的 那因为抽象里面有冷抽象跟肉抽象 肉抽象是代表比较感性 比较感性 那冷抽象是代表比较理性 那这个抽象的东西就是 无为是点线面的一些变化 各位看一看 这个里面有这么粗的线 也有这么细的线 有直的有横的 也有断断续续的 这个虚实 虚实之间有不同的变化 像这一块也是让它有整个画面里面 有产生一种细中里面 有一些不同的一些 微小的一些变化 那这个是在画抽象画里面 大概是最 我想艺术家要勇于求心求变 中华生和美学冠军中表时 年金端是文化改当仲与临书 抵护后也先为业续临书 装作受到更多的注意 这次它对 Third City 装作 专用抽象画作品相当丰富 欢迎面证有时间 都会等到中华生娃比学观观上 个人的一个展的一个展历 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一个多元 那他作品也非常有独特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风格 那这些风格 可能都来自于他早年一个成长的一个背景 一个过程 那我们知道他父亲是台湾的吊桥大王 那他早年成长的一个生活 都是跟着吊桥 这样等于是逐吊桥而居 然后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 担任公子的一个过程 他也因为位居艺术行政的一个高位 所以他有他艺术行政的一个高度 那再加上他的一些在艺术方面的一些师承 都是当代艺术非常有名的一些 不管是油画名家或者是雕塑名家 再加上他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的神会 那反射在他个人的创作上面 就表现得跟大家与众不同 这次典篮典显出林坚田第一个数人文胜的理念 跟創作成果 一一副式的态度作为人生境界 当时分享在个数人有当中的冲心 透过典篮 让观众者可以带进林坚田的創作 感受技术家所能做出来的土地是个影响 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 蔡红博德